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百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之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這次跟大家介紹這個療劑 叫做Bacteria tintoria Bacteria tintoria 英文叫做Wild Indigo 我們叫做野定草 野定草的表現的症狀是一種敗血性的燒 燒未必是溫度很高的 但你看到那個人好像是很病的 好像是很毒的 譬如他的口氣很臭 身條舌是啡啡臭臭的 還有他整個人看上去都是好像 紛紛暗暗的膚色 還有外面看上去好像呆呆滋滋的 簡單來說我們叫做Septic 或者叫做Toxic Flu 這種是一種現象 有時候我們會在一些感冒的時候 發現得到的 尤其是一種叫腸胃性的感冒 因為病者會覺得 那個胃部好像有一種沉重的 那種的不安那種感覺 有時候的燒又來得快 來得高 有一種病毒性的燒 所以你遇到一種感冒 你感覺上是真的很 可以叫做很毒的 有一種很血毒性的感冒 或者一種腸胃感冒 那這個療劑是很好應用的 Bacteria Tintoria 野定醋 是一個很好用的療劑 在同學療法 對付這些所謂的腸胃性的感冒 其實都有三種主要的療劑 第一種就是馬前子 Nuxvomica 第二種就是Arsynicum album 那個身下或者山埃 第三種就是Bacteria Tintoria 當然每一種療劑的症狀 都會不同的 那就是說 在一些腸胃性的感冒 其實表達的方式不同 所以用的療劑都會不同 Bacteria Tintoria 是其中一種 當然你遇到我剛才所說的那種症狀 病人總之是很臭 很毒 口氣重重 有時候你看到喉嚨 你看到那些是很多濃腫 可能扁桃腺 有很多陷濃的扁桃腺 就是一種很毒的症狀 這個就是臨床上 我們經常都很好用的 一種腸胃的感冒 還有那種很毒性的 很敗血性的 很骯髒性的感冒 第二個應用的地方 就是我們叫做傷痕 有很多症狀的症狀 這種傷痕是一種致命的性 很多時候腸胃會出血 結腸會出血 那個人當然是很昏暗 如果其實處理得不好 是會死亡的 但這個陷阱都是這樣 人就好像很多毒素 臭臭 有些臭的食物 有些可能有時候腸出血 那口感臭的 流出來那些東西 那些口氣也是很臭很骯髒 那人一種瘋瘋燈燈 好像人神志不清 那這種情況 有時候是出傷痕 这种肺肺疾病有时都见到 也有个情况 有些人在那种周身觉得很冤痛 他好像硬是觉得床很不舒服 怎样去睡都找不到一个舒适的位置 也有时候他有一种幻觉 好像觉得床那里有另一个人在 跟他在那里吵架 他也有一种有时的幻觉 觉得他的身体分布分散在整张床那里 他就要想将他的身体收回来 在我的临床上 这个野定草用在这些感冒性 尤其是腸胃性的感冒 是非常非常之好用的 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啊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发疗剂 可以在 铜锣湾 沙甸街 富城商业大厦2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